嘿大家好,我是利游,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我佩戴的是这支朗格的白金款Odysseus 这支腕表我是两个月之前拿到手的 到现在虽然已经过了蜜月期 但是依然是戴它如初恋 每天都喜欢或者是在手上佩戴 或者是拿在手里面把弯一下 非常喜欢这支腕表 那么今天我们的腕表 今天影片就跟大家来聊一下朗格这个品牌 那么朗格这个品牌是一个德系的腕表品牌 一提到德国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 有些人会想到它的奔驰宝马汽车 它的机械特别有名 德国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公司 像是在科技业有SAP 另外像是运动品牌Adidas也是德国的 还有就是家电业西门子 大家也是耳熟能详 另外是德国的DHL快递也非常有名 另外就是德国的啤酒 特别是德国的黑皮非常好喝 也是世界文明 我也去过德国几次 德国人给我的印象是相对比较死板 但是做事情非常认真 一丝不苟 在很多方面都追求极致 那么德国的腕表品牌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像我们一提到高端腕表 很多人会想到瑞士的品牌 特别是Holy Trinity 像百达菲利 AP 僵尸单顿这种品牌 那像之前跟大家聊过 德国的朗格 一点也不次于这三个品牌 甚至在很多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那么今天先跟大家来聊一下 朗格这个品牌的历史 我把朗格这个品牌的历史 总结为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也分别对应了朗格家族的三代人 第一个阶段是从1845年到1945年 这100年的一个区间范围 朗格这个品牌是于1845年 由创始人也是朗格家族的第一代 叫菲迪南德朗格 在德国Saxsoni的一个小镇叫Glasut Glasut 这个小镇创立的 这个小镇现在来看也非常有名 德国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的万表品牌 都来自于这个小镇 像除了朗格有Glasut原创 Normos 他们的工厂都是在Glasut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也有非常有名的制表学校 很多德国的制表师都毕业于这个学校 如果各位表友有机会到德国去旅行 可以到Glasut参观一下各个品牌的手表工厂 那么说到创始人菲迪南德朗格 在1845年创立了这个品牌 其实要比劳力士这种品牌早了很久了 后来过了二十几年吧 到了186几年 菲迪南德朗格的儿子 也是朗格家族的第二代 叫理查德朗格也加入了公司 理查德朗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制表师 后来也将朗格这个品牌 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实之前菲迪南德朗格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 它品牌的名称不是现在我们熟知的ALS Langa & Sona 而是叫做Langa Wuher GmbH 后来因为他的儿子理查德朗格加入了公司 他把这个名字就改成了Langa Uzzona 就是朗格和他的儿子们 之后到了19四几年 很多德国的手表品牌 就帮德国和苏联的军队制作军用的腕表 在当时有五大公司帮德军生产腕表 除了朗格还有Stova、Laco、Venpy和IWC万国这个品牌 那么这五大品牌除了IWC是瑞士品牌 其他四个品牌都是德国的品牌 那么在1945年 朗格在格拉苏蒂的工厂被炮弹所摧毁 后来到了1948年 随着德国的战败 朗格这个品牌就不复存在了 在那个阶段 朗格家族的第三代 也是菲迪南德的曾孙 叫做沃尔特朗格 当时也跟着家人来学习制表手艺 但是因为战争的 他不得已逃离了德国 就那样朗格这个品牌 真正销声匿迹了五十几年 直到1990年 沃尔特朗格在他的老家格拉苏蒂 又重新注册了朗格这个品牌 当时推出的第一支朗格 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Langa1 朗格一号 后来又过了十年到2000年 朗格这个品牌正式被瑞士的利丰集团所收购 现在我们看在利丰集团下面 有非常多知名的品牌 像是江士丹顿 IWC 佩奈海 基加 都是利丰集团下面的手表品牌 虽然现在朗格品牌 在这么大的一个集团下面 但是他每年的产量也只有5000只左右 据说朗格今年还刻意的减少了手表的产量 之后在2017年 朗格家族的第三代传奇人物 沃尔特朗格去世 想年92岁 那么这就是朗格品牌的历史 总结一下在二战之前的100年 由他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菲迪南德朗格和理查德朗格 管控这个品牌 之后过了50几年 在1990年 由朗格家族的第三代沃尔特朗格 重新创立了这个品牌 但是在2000年 这个品牌被利丰集团所收购了 OK那么聊完了朗格的历史 下面就跟大家来聊一下朗格的万表 朗格这个品牌呢 我觉得如果你玩表有一段时间了之后 这个品牌是一个你很难跳过的品牌 有的人说我只收藏百达菲利 僵尸单顿 这种瑞士品牌 有的人说我喜欢收藏独立制表 像FP John Flip24 但是呢你回头看朗格这个品牌 是很多品牌给不到你的 因为它非常有特色 像它的Z-Work LangaOne DatoGraph 这些款式呢 都是在其他的一些高级品牌当中找不到的 我们先说一下朗格一号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是在1990年 沃尔特朗格重新创立这个品牌 生产的第一个系列的万表 它非常的有特色 首先呢是具备朗格非常经典的 这个大日历窗 另外呢它上面有两个圆盘 一个是它的时针分针的圆盘 另外一个小秒针的圆盘 整个日历窗跟两个圆盘 形成了一个等药三角形 上面呢还有动能储备 另外就是它的1815系列 大家知道1815这个系列名称的由来吗 1815系列算是为了致敬朗格的创始人 菲迪南格朗格 因为菲迪南格是于1815年出生的 这个系列手表的设计灵感 是来源于朗格最早期的怀表设计而来的 另外就是它的理查德朗格系列 上面具备的这个罗马数字的石标 非常有这个德国包豪斯的这种简阅的设计 顾名思义 也是为了致敬朗格的第二代接班人 理查德朗格设计的这样一个系列 另外就是它的Z-Work 大家叫做猫头鹰 它是具备数字显示的一支腕表 非常具备收藏价值 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早期 德国森帕哥剧院的数字中 那么基本上朗格的大部分腕表 都是贵金属的正装表 以手动上链机型为主 在前几年才推出了一个运动款式系列 叫做Odysseus 奥德修斯 也是今天我佩戴的这支腕表 是它唯一的运动款腕表 虽然是运动款系列 但是像我今天佩戴的这支白金款 配备的是皮质表带 我把它换了一个自己定制的表带 戴起来我觉得能文能武 搭配正装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朗格这个品牌的腕表 前几年在二级市场的价格 基本上都是低于原价的 经常可以在二级市场找到价格非常不错的腕表 但是现在呢 因为大家都意识到朗格这个品牌的好 特别是它的背头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个品牌每年依然控制它的产量 在五千只以下 所以现在在二级市场 有些款式甚至要超定价 而且初次购买的客户 有些款式在专柜它是不卖给你的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想入坑朗格的话 可以到二级市场去看一下 比较推荐大家看一下朗格的1815系列 特别是它的1815即时码表 另外就是朗格一号 我也非常的喜欢 OK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会忘记跟那边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